在生完老二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是工作跟照顧上面 就是產生了很大的掙扎 然后突然就觉得好像 我变成一个能力不好的人 但是我又想要把我的时间精力分给小孩 从那一份工作离开之后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身心灵 就是变得非常的焦虑不安 然后也失去就是对自己的自信这样 小组长面面那时候其实 我觉得她的祷告还有她的陪伴 真的是就是带我能够先平静自己的心 然后能够学习先依靠神 因为小组的一些变动 后来我是加入小倩小组 我觉得小倩她就是给我另外一种帮助 她的先生也会帮忙在那个氛围里面 就是带我的两个小孩 我可以在那个时间里面就是 暂时地卸下妈妈的这一个角色 然后可以就是很 全然就是跟神有沟通啊 然后把带孩子的一些 就是疲劳之类的完全卸下 小倩她其实也会提醒我就是 看先生的优点 跟先生然后还有跟神合一 这方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从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语 然后还有自己安静的时间去过滤 或者去回想说 我生命中遇到的一些状态 我是怎么了 这样我可以我可以 藉由圣经让我安静下来 安定下来之后 我才会想说 那我好像就是可以重新再出发 去参加国家的考试 公务员的考试这样子 就是会固定的在这个时间内 送小孩上学 然后就有一个我自己的时间 那就在这个时间内 我就是很全然地就是投入 然后运用 小倩小组长她在我考前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说 我其实有找家人 然后为你来做禁食祷告 我想说 哇这个未免太慎重了吧 所以我其实很平安地进考场 对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怕说 我得到这个工作机会 但是我可能要分发到一个 我可能到台北 那其实对我来讲 兼顾家庭又变成一个困难 最后最后分发的结果 我觉得其实那真的是神的作为 因为我后来分发的地点 就是可以在中部 而且工作的地点 离我先生现在工作的地点 大概车程就是十分钟 就是神 他的安排已经包含了全部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很神奇的 我觉得神在这个过程里面提醒我 就是之前太多的时间 是放在我自己身上 我求祂是我们家的主 对他来掌权 然后告诉我说如果是在他的 在他旨意下我应该要做出什么决定 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来为我们家做出什么决定 他提醒我就是跟这样的关系的重新连接 我觉得这是小组长跟教会 他提醒我的事情 感谢神就是带领我经营我们家的家庭 然后让我能够享受我跟先生小孩的关系 我觉得也谢谢神就是这样一路的 恢复我的身心灵的健康 谢谢神在我生命中的 是我的保守和作为 感谢神